不过是缓兵之际 实际上想蒙混过去 私下求助毛宝他过关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松口 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 毛其中的心思 在四人帮中大概只有张春桥还能多少体会出来 他在检讨中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 一定要坚决照办 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 至少不给主席曾加负担 不过 即便是像张春桥这样功于心计的人 对于毛泽东的用心也还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没有看出毛这世做的是表里文章 一时二鸟之际 在安抚那些对江青基院甚深的党内军中老家伙的同时 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邓小平 让他充分表现和暴露 实际上 经过对这次批将会议的观察 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十分担忧 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搞翻案的话 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 在这一点上 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 大凯直到这时 毛才一时到重新启用邓小平的失算 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男的窘境 不过 毛泽东是各玩弄全谋的老手 他虽然已在骨子里对邓小平一律重重 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继续对他表示信任 而且还进一步为以重任 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存心把他放在炉火上考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 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见找邓谈心 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 肯定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 说 我看有成绩 把问题摆开了 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 反刘少奇 反林彪 现在不行了 反总理 反你 反叶帅 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谈话中 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 甚至表示 我准备找王洪文坛 叫他找你 听你的话 邓则表示自己行决心干好 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 最后 毛雨带玄机地回赠了邓两句话 木秀于林 风必催之 仅仅两三个月后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便应验了 在毛的一手策划下 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被打倒 不过要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感 也不尽然 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好办 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 用他本人的话说是 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然而平心而论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 邓小平对整个形势还是做了显而易见的误判 被毛泽东刻意营造的假象所麻痹 更多地看到的是毛讨贤江青 同时以众他来扭转文革败局的一面 而低估了毛 将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难分难解 容损与贡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 邓小平并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 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以致在主政后不知道借机用人 稳扎稳打 而是急于事工 结果过早曝光 导致政治上的大翻车 后来若不是因为毛很快就撒手归西 历史又给了邓小平一次机会 中国现代史或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消行之下 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揣摩得更透 手腕也更圆通 从一开始就对解决江青的问题没存什么幻想 相反担心得倒是过犹不及 因此 尽管江青带头大批 经验主义 屡屡对他诋毁重伤 但周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 绝不从正面触动江青本人 顶多是拿张春桥开刀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 周恩来均告假 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 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握床不起的程度 其中显然另有原因 那就是早已看透了毛下令开会批江不过是故作姿态 根本无意真正解决问题 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 预先为自己留下转环的余地 在对待江青检讨的问题上 更能看出周恩来的这种态度 6月28日 江青再拖了一个月之后 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 其中避重就轻 强调客观 尽量批清自己 但还了承认了四人帮是各客观存在 以及在另搞一套的 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 承认他无组织无纪律 自作主张 随便乱讲话 表示对不起恩来 建英同志 对此 深安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来建好就收 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 在批语中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他的话 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 委婉地进行了规劝 说今后政治局同志繁育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 事先请示主席 遵照主席指示执行 认真深入学习 联系中国实际 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 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 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 不仅如此 周氏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 向他们打招呼 要他们适可而止 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 注意团结他一道工作 在密云不语的日子里 周恩来虽和邓小平在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上一致 却不同意全面整顿中一位造金的搞法 他太了解毛泽东反复无常的为人了 这期间 周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坐 反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 并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 但邓却听不进去 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这年夏天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 周恩来已经受得皮包骨 体重只剩下60斤了 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所以在和医护人员谈到他的病情时 不再都圈子了 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还能活多久 相对于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而言 更让周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来 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 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 不料 毛在5月3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 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 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 虽说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 但从毛的谈话中 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件之仇 仍然耿耿于怀 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 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 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 不如采取主动 预作防备 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清平之末 出于这种考虑 6月16日 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 本书已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 来回应毛在5月3日谈话中中翻历史老账 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 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忘这样的话言 恳请毛早治眼病 然后引出正题 表白心悸 刻意炸损字剂 极尽低手下心之能事 祈求毛的宽恕 说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 得主席尊专善诱 而仍不断犯错 甚至犯罪 真愧悔无极 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 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 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计 周恩来又辅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 求他一定要在毛精神好 吃得好 睡得好的时候 念给他听 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皮卷实念 其言辞恳切 嘱托音音 甚至不顾掌又尊卑 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 周氏这样斗师身份去央求毛身边的一个女秘书 其对毛仲翻历史老丈的优据可想而知 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 周恩来这番诚惶惶惶恐 完全是 沉醉当珠 天皇盛名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 并没有打动毛泽东 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 没有明确表态 相反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 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 说 他现在是买我面子 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 文革他反对 他反得很精明 他在党 政 军中有基础 百姓也很尊重他 他和刘少奇 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是个敏感的人 毛泽东的冷淡态度意味着什么 他当然心里很清楚 在周看来 即使毛当时因患老年性白内障 不能看也不能写 总环可以作点表示 譬如通过身边的人传话 表示对过去的老张一笔勾销 若真是这样的话 这将对周的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解脱 对他治病也会大有好处 况且没有不透风的墙 毛泽东上述平周的话 难免传到周恩来本人的耳朵里 这对一心想在风竹残年得到毛原又的周氏来说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使他深感尽后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少 内心优惧交加 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半个月后 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来竟忍不住当众吐露出来 乔光化夫妇是这一幕的目击者 他们当年在接受访问时这样说道 1975年7月1日 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利巴默后 外宾陪同都走了 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 围住了总理 希望和总理一块照个相 张罕之插画是在中派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 因为要喝香槟酒 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 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 总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 所以要求赵章相片留念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 提出过好几次了 这回一提 总理同意了 合影时 可以看出来总理很激动 照完后 总理突然冒出一句 照可以照 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滑 XX 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 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滑 XX 一作者助总理这样一说 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 抬不起头来 总理是很有涵养的 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动的 我也不好说什么 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本来周恩来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 像这样主动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并不多见 更多的还是隐藏在心里 甚至连对邓颖超都不说 以免惹祸 这次毛泽东的冷淡态度给周的打击确实不小 但严守时军知道的周还是一如既往 对毛尽心尽力 在细微之处表现殷勤 以期能够多少化解一点毛的心结 这年7月间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特意从医院出来 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毛泽东 眼病的治疗方案 并连续约见汪东兴 过问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做试验 以确保给毛使用的眼药水没有副作用 手术那天 周氏又强称病体 赶到现场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 一直守候在外面 期间尽管别人多次劝他回去 他却执意不肯 直到等毛做完手术后才离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 周恩来除了一心想保住婉杰尔与毛泽东 小心周旋之外 另一桩千面的心事则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 尽量还清在政治上欠下的账 以便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解脱 他非常清楚文革这些年来 自己做了不少亏信之事 特别是对那些早年曾与他一同奋斗过 在文革中含冤而死 而他本人又难辞其咎的老战友 更是感到内疚于心 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 这种感觉 在周恩来病后一个人静下来 回首主事的时候越发强烈 以更于日游所思 夜游所梦 据医务人员回忆 周恩来有一次睡觉突然惊醒了 他们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 他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和陈毅在一个伸腰上 陈毅脚下一滑 我一把没拉住 两个人险些都要摔下去 这种梦境 其实正是周氏这种内心愧疚的映照 是他自觉对陈毅这样相知甚深的老友 被打入冷宫后 没有更好地尽到保护责任的一种心理折射 与陈毅相比 周恩来对贺龙的负救感则更大 其中原因本书前面已经多有所述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蒙冤儿死6周年的忌日 军委决定为贺龙骨灰举行安放一事 此前 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 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 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的 而且仅在内部做了传达 并没有公开报道 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 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 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一事 做了诸多限制 尽量压低规格 要求对外 保密 不治丧 不治道辞 不现花圈 不报道 不宣传 等等 对这种做法 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 长女贺杰生悲愤莫名 为此尚书毛泽东 慷慨陈词 据礼力争 恳求补行脏仪 挽回影响 死者虽已无知 生者定能待得 与此同时 他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 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 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 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一事 这样一来 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作亏信之事补过的机会 不过 他清楚政治上的机会所在 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 周随即双管齐下 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 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一事 不登报 是中央的意见 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 另一方面 又马上写信给毛泽东 附上贺杰生送来的申诉信 表示 如主席另有指示 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 在得到毛的批准后 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 重新布置会场 安放花圈 由叶剑英主持一事 他本人亲自到辞 这时 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 身体非常虚弱 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 为此 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一事 但周坚持要去 甚至还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 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 他并没有加以劝阻 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双薛明 告知这一消息 盯主说 盲甲 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6月9日下午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 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 周氏极为动情 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步 这既是出于对网友的伤道 也是在为他自己数过 这一点 在常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 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 他发到时 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 书写千道不时手哆嗦得很厉害 我问他 你并成这个样子 怎么还来了 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沉痛地说 这个会 我不能不来啊 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 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 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贺龙的遗孀明回忆说 6月9日下午4点 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 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的进来握手 正在这个时候 我就听到外边薛明 薛明的声音 我断定是周总理 周总理进来了 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 他说 薛明在哪里呀 很着急 我说 我在这儿 周总理抓住我的手 他搂着我的肩膀 他说 薛明 我没保住贺龙啊 我对不起你呀 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 我说 总理 你不要难过 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 他拉住我的手指哆嗦 薛明 我没想到 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 怕总理太受刺激了 马上就说 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 他马上说 小明孩子啊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时候我控制不了 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即使是这样当面谢罪 似乎还是不能够减轻周恩来心里对贺龙之死的负旧感 随后 他刚一走进会场大厅 就朝着贺龙骨灰和深深鞠了一个宫 接着在安放仪式正式开始前 又一个人向贺龙一项鞠了三个宫 最后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 前后总共向贺龙一项鞠了七个宫 大概只有这样 才能使周氏心里多少好受一点 尽管这已是马后炮了 进入1975年夏天 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 开始出现晚期癌症病人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崩溃的症状 虽然医疗组对此坚口不谈 却瞒不过周本人 他自知已是尘科难起 各种野疗手段已经无力回天 只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 为此 周趁自己还能走动的时候 又特意回去看了看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 以及经常会客 开会的人大会堂等令他留恋的地方 之后他便开始和秘书一起清退文件 为后世做准备 甚至还打算放弃治疗 向医疗组提出要从医院搬回家中去 不再吃药和打针 和自己的家人亲属最后再团聚几天 当然 这是不会被上面采纳的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日子里 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本能 密切注视住外界的各种动向 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 虽说眼下的政治形势比文革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有利 但他却不敢掉以轻心 对时局盲目乐观 因为他太了解毛反复无常的为人了 实际上 这期间周恩来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坐 反而还因觉察初期中的某种吊诡之处 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 并针对这种形式 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据季登奎说 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 给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听外面的动向外 可以看得出来对形式心存隐忧 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态度 说主席还在看 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 并叮嘱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 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多年之后 几时在回忆这段往事时 对作者不胜感慨地说 当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深意 还以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问题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总理所言中 局势起个逆转 走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 周恩来对季登奎的这番谈话自然是有感而发 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双重忧虑 一方面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态度巴卡具有变 另一方面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力推行 全面整顿的搞法不无担心 周 邓二人虽然对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彼此的形式风格却大不相同 邓小平作风强势 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喜欢快刀斩乱麻 急于抓出成效来 而周恩来则处事沉稳 深安血缓则圆 急则生变的道理 地势沾前顾后 宁可温吞水也绝不急躁冒进 在周恩来看来 眼下正是决定今后证据发展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 来日无多 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 实在不必操之过急 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 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 更硬小心行事 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据知情人说 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 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 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 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 对此 叶剑英在后来形式逆转后 私下评论说 他这个人历来如此 自以为是 听不尽别人的意见 喜欢一个人打天下 不壮男强势下会回头的 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为人 可以说 邓的刚愎自用 一意孤行的个性并不是后来在 六四大开杀戒时才显露出来 而是在抓 全面整顿时就以见端倪 不过 六四图成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韦 自毁声明 最终难逃历史的审判 而 全面整顿则叫他大德人望 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然 邓小平也是幸运 如果老天爷让毛泽东的病再拖上一两年 帮助文革派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话 他大概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 就和今天的赵紫阳差不多 甚至还活不到赵现在的岁数 因为邓的心胸显然不如赵霍达 据知情人说 邓被软禁在家中时心情极坏 才半年多的时间 身体就出了毛病 要不是四人帮随后很快就垮台 邓因此重见天日 否则真很难说了 不过 这也是题外话了 事实上 周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